请你此片献给热爱中华传统武术的人们 能为阁下服务是中传文化的荣幸 如果阁下需要各类武术光碟 武术书籍 武术服装 武术器材 请致电86037163847520 13838369818 我们愿意为阁下继承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武术有着悠久的历史 丰富多彩的内容 以及渗透的中华文化的精湛理论 中华民族把武术作为技技术 通过武术锻炼 掌握和提高防身自卫的技能 把武术作为健身术 通过武术锻炼 强健体魄 遗兽延连 还把武术作为修身术 通过武术锻炼 体悟武术的文化内涵 陶冶清操 完善人格 在武术漫长的发展历程中 逐步形成了一百多个 言流有戏 潜礼明晰 风格独特 制成体系的权种 中国武术协会 审定并兼制出版的这套中华武藏 以收藏这些历史遗存的权种记忆为目的 离求记录下这些权种 传承到当今的发展状况 展示出各权种流派传人中 较有代表性的技法 技能和风格特点 以影视形式制成的这部中华武藏 以动态性 直观性 真实性 显示出它有别于文字性收藏的特点 这对探索传统武术 研究武术传统 传承武术记忆 分享习练武术的功能 都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和广泛的社会价值 武术 武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鬼包 也是极前年来 中华民族用于健身和滋味的法包 武术有着远远的离私和雄厚的社会基础 这文汉族 深厚的中华文化的内涵 博大精神的精神 为更好的武术普及 提高发展 根据国家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的同意安排 在全国各地 拍摄中华武术 也是更好的收藏武术基因 激活传统武术的魅力 拍摄这一次的中华武术 作为少林武术 的法人应该说少林武术 是中华武术当中最大的一个流派 目前我们国家虽然是圈中有130多个 但是像少林武术目前 这不管是在国内发展也好 在国外发展也好 以及衍生到整个武术的产业方面 应该是在这个武术所有圈中当中 都起到了零头要的左右 这一次中华武术的拍摄 我们登峰也宣除了我们的十大圈词 十八金刚十八罗汉 这些圈词也好 金刚也好罗汉也好 也都是我们少林派光人的 也是技术比较国人的 应该说也算是我们这一派当中的代表人物 代表人物 因为武术以及他独特的优势 目前已经成为 这个死产经济发展参业中的一批黑骂 一批黑骂 是独龄风骚 包括我们少林武术 目前也正在上这方面继续努力 不但要把少林武术 这个传统这个武术发扬下去 更重要的就是 利用这个传统的武术 陪着一个大压司长 我想说通过这中华武术的拍摄啊 也为整个武术参业今后的发展 将会去到更大的一个推动作用 千年古煞少林寺 他缩落于河南登峰中越腹地 古寺北夷无辱风 南面少氏山 少氏山音从林 史书解释 少氏之林也 有诗写道 少林寺风光 翠百惠山谷 清晰所少林 在这优美的环境中 使少林寺能独树一帜 明阳中外的 则是他独有的少林功夫 在少林寺的壁画中 有一幅记载少林十三棍僧 救唐王的壁画 他再现了一千年前少林武僧的棍法 同时也记载了历史上的少林武功 少林武术起源于北魏太和十九年 在少林寺创建之初 中国古老的武术记忆便落寄寺院 成为四僧经常演练的业余活动 在巴陀主持少林寺时 许多身怀武艺者入寺为僧 巴陀的弟子 慧光 僧仇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正是由于慧光 僧仇等一批习武者聚集少林寺 才奠定了少林武术的基础 四僧开始习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适应当时的自然环境 少林寺地处松山腹地 这里山势险峻 野兽出没 自然条件十分恶劣 为了生存 四僧就必须有强健的体魄 同时随着禅宗在少林寺的逐渐流传 四僧长期打坐修行 静坐时间过长 容易疲劳困乏 影响健康 为了活动筋骨 慈僧们仿效山中动武唐月的特征 编创了一些简单的动作 进而发展成为武情系 八段井 易经经等 也就形成了初级少林武术的雏形 在此基础上 经过历代武宗的充实和改进 更重要的是 民间的武术高手和军中武术将领 纷纷归来少林 他们将民间和军力阵前的实战技法 融于少林武术 使少林武术更加完善充实 功夫更加提高 内容也更加丰富 逐步形成了包括功法 套路和格斗三种运动 形式的少林武术体系 在禅宗文化的影响下 演进成明清间以相对稳定成型的少林权 王中文将徽宇佳 沐南方 法明士德方 1962年出生于少林常倌衡室家 其曾祖父吴古伦法浩济秦 为少林嫡传武功的一代传人 并为少林寺常武一文化之极大成者 吴山林自幼秉承复制 称为古伦功第二代传人 魏尊先父要把少林决学还给少林一命 传于吴天友 吴友德 张庆贺 吴南方自幼得祖父吴友得亲授 自幼习武生得驾传 经于少林泉泄套路和禅医养生 有跟随师父张庆贺 得传少林常武一文化精髓 少林决学心意把以及擂台战术 其隐居山野苦修磨练二十余年 继承祖辈们毕生所学 忠诚无视少林常武一传人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吴南方先生一直致力于少林常武 和禅医养生文化的传播和教学工作 多次与师兄试得见出访国内外 参加常武一文化学术交流 引起四方轰动 央视媒体多次采访拍摄他们的修行生活 其现任河南省松山少林常武一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主要负责少林常武的教学和禅医养生工的挖掘整理 为满足社会需要培养更多的常武一人才 创办了少林常武一专修学院 亲任院长 今年来为社会培养出一批文武兼备的常武一人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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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胎子 五个王子来到少人寺 在少人寺以后呢